謝謝主席 我想 今天教育部來報告 大學的學查費調整 調整方案 原則上我們不 反對報告但是 我們要主席先 跟我們所有在場的委員 先釐清楚 我們今天的這個報告 到底是不是 等同於 教育部只要來報告完之後 回去他就可以宣布 這個調整方案可以通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我們在場的委員 絕對絕對不能同意 不能同意 就如同剛剛其他委員所講的 報告是一回事 通過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絕對不能等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這個調整方案 外界的質疑聲浪很多 第一個這個所謂的 調整方案是怎麼出爐的 教育部到現在沒有講清楚 說明白 這些學查費的調整方案的 裡面的這些小組的成員 如何來的 又是哪些人 有沒有公民團體的參與 有沒有學生團體的參與 有沒有其他社會多元 團體多元人士多元 對話的空間跟管道 我們到目前為止沒有聽到 沒有看到 教育部提出說明 在沒有任何的說明 及很多的配套方案 教育部還沒有講清楚的 情況之下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樣 讓教育部報告 然後又怎麼樣 教育部來說服社會大眾說 應該通過這個調整方案 我想今天的這個報告 我們希望主席 請你先才是 先說清楚講明白 今天這個報告的效力 到底是什麼 主席 可以請你告訴我們嗎 今天就是我們針對 大學學雜費調整的一個請教育 教育部長來報告 但是並沒有承諾什麼 並沒有承諾什麼 我們希望在場的委員 可以支持報告 還沒有做成任何任何的一個決議 還沒有任何任何的一個等同 的一個效力 我希望今天在場的委員 都能夠支持 我們希望要釐清楚 我們希望教育部 要把相關的這樣子的程序 還有一個配套措施 還有其他的通通通通 要讓台灣社會大眾清楚